采访时,小王姑娘摘下了口罩,脸颊两侧长了很多痘痘,考虑到姑娘家是爱美的,我们对画面做了一定处理。 这张照片是小王到那家驱痘连锁店做治疗之前拍的,脸颊上长痘的区域比现在要小一点。 小王说,最近这两三年,自己脸上的痘痘一直比较多,也找医院皮肤科打过针配过药,效果都不太理想。 经朋友介绍,在9月下旬,他找到了杭州滨江江南商业大厦这家雷特恩专业驱斗国际连锁门店。 门店经理的一句话让他动了心,承诺的他是说一个月内币出效果,半年内币给我治好且不再反复。 这话谁讲的?经理讲的。 从小王的付款记录来看,9月12号他付了13800,9月25号办理了3万块钱网贷,10月份他又办了13500的网贷。 这三笔钱加起来是57000多,收款方都是那家雷特恩专业驱斗国际连锁门店。 关于门店给出的驱斗方案,小王是这样描述的。 他们要给我做储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说我体内脸上有毒素,要给我做排毒。 具体操作流程就是在脸上用一些他们的产品,然后也不破皮,就是脸上敷个面膜什么的,就每次都这样做。 然后还有就是真轻,就每次来,你知道真轻就是用针扎在脸上特别疼,然后我就很配合他们的治疗,就隔一天来一次。 小王表示,两个多月治疗下来,脸上的痘痘不但没有消退,反而越来越多。 经理谈过,他说之后做吧会有效果,是吧,我皮肤越作为敏感,所以我是不敢再让他们再继续给我这样做下去了。 现在你的要求是什么? 我的要求是,之前他们付出过服务嘛,我就不让他们退全款,我就让他们给我退一半。 小王手上没有那位门店经理的联系方式,对于姑娘脸上的痘痘为什么越来越多? 江南商业大厦这家雷特恩专业驱斗国际连锁门店的一位店长出面做了解释。 他有在做一个排毒嘛,就是刚开始排的时候肯定是会有点冒的,然后中途呢,就是他也可能是由于身体原因也在吃一段时间的药嘛。 小王表示,之前自己吃的不是激素类药物,跟脸上长痘应该没有关系。 记者注意到,门店前台的展示架上放着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 这位店长表示,驱斗仪器和工作区域不方便拍摄,关于小王提出的退款要求。 当时咱们店里的同事跟他承诺啊,大概多久能够把这个斗处理哈。 当时奶奶是不是跟你讲两到三个月? 她的这个整个疗程要持续多久? 就是12月份做完。 那么如果到12月份做完,她的脸还是没有效果,那怎么办? 小王后来反馈,那位店长请示门店经理之后,同意退还部分款项。 在具体的退款方案上,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目前小王已经向杭州市滨江区市场监管局反映了情况。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